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 政府从5号开始 为居家自我检测试剂盒 设下了顶价 而截至昨天 当局检查了2261个商家 向10个商家发出警告 原因是以超过顶价的价格 售卖试剂盒 至于是否会再一次 下调试剂盒的顶价 政府还在研究 要是否要上了 和尤尔的研究 和尤尔的研究 而是不想要 和尤尔的研究 要求应该是 担长的研究 和尤尔的研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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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们的研究 当局检查了 和尤尔的研究 让他们的研究 保持绩的研究 尤尔的研究 要求应该是 和尤尔的研究 和尤尔的研究 让他们能够继续执行的利益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长 Nados Yali Sanda-Linq 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西蒙 亚沙区国会议员谢启清的提问时指出 贸销部将会和卫生部开会 期间也会接纳药房和诊所的意见 制定更全面的措施 在决定是否下调市集合的顶价之前 还需要考虑成本和进口价 感谢观看